從9月26號開始 香港人出去旅行回來再不用監禁了 還不是爆他嗎 我們現在都一起馬上去Banggok 好快三個小時的機程就來到Banggok 我們剛才的機程都不太悶 大概有三分二的乘客 有一半都在Banggok下機了 我相信都是因為大家很希望去一個short trip 馬上來到Banggok 來到Banggok有什麼特別的入境要求 是沒有的 跟平常的入境是一模一樣 兼且非常非常快速度 比平時更加快 因為是小旅客的關係 大概用了五分鐘已經過來了 Hello 大家看到我已經去過曼公事中心 先坐機場外 為何說昨晚已經在機場酒店住一晚呢 其實因為如果由機場出去市區 晚上乘的士大概需要600至800坪左右 但是乘的機場快線是非常超值的 由總站到總站都只是45坪一個人而已 所以我也選擇乘的機場快線 而且近來一些恐怖的傳言之下 我覺得乘的公共交通工具是比較安全的 都提一提大家吧 Hello 我們終於不用戴口罩來到 Stimhankin Pesky這個酒店了 這個酒店非常之漂亮 大堂和設計很有花園的氣色 可以看看 它有一個入口的荷花池的物體 在我這邊其實都有一個很漂亮的花園 我有兩個入口 前面一個後面一個 這個酒店的位置 有一個不好處 就是它是幾個BTS站的中間 其實去BTS站又不是很接近 去MRT也不是很接近的 所以如果你拿著很多行李 可能你就要乘的士 或者是要叫它那個shuttle來 去搭配你 但是這個location 它是一個很靜的一個地方 是市中心 但是市中心得來 它是很靜的一個地方 而且職員都非常貼心 剛才check-in的時候 看到我流汗 他都主動說 遞紙巾和offer 再一個welcome drink給我的 至於房間是怎樣的 我們一會兒就會上去看看 今天我們就來了這個 Sinhon Sinh Peski 這個酒店房 我覺得來到這裡 不是介紹一個酒店房 我覺得是介紹一個樓盤 怎樣這樣說呢 我們首先一進來 就有鞋櫃 好像那些樓盤廣告那樣 圓關位就有一個牌櫃 好了 我們呢 右手面就有一個洗衣房 左手面呢 就是洗手間了 好了 那我帶大家進來這個客廳 參觀一下 這個客廳呢 目測呢 都起碼有300呎的 有大家最喜歡的開放式廚房 有叉油煙機 電磁爐 還有這個焗爐 這個是垃圾桶來的 這些 complementary的 他全部都可以吃的 就有雪櫃 雪櫃裡面已經有了 complementary的drinks 這個應該沒有東西 那廚櫃不看啦 那這個就是客廳範圍 客廳範圍就有 梳化啦 有這個 大電視 還有呢 嘩 大家只喜歡有一個露台 哎呀 我們出去看看風景先 這個 這個露台呢 其實就是望這個 球場 還有是那個 中央公園的 那所以呢 那個景觀呢 就沒有遮擋 我們這次就去了這個 樓層就是17樓的 停 好了 我們現在參觀一下客廳啦 客廳呢 進來呢 其實就是 嘩 都好大呀 這裡 起碼大過香港的那些 納米盤的那些 單位好多啦 講緊 那一樣是 廳房同向啦 廳房同向 一樣是看回 這個公園的景色 好啦 那我們現在去洗手間 浴室 浴室 那在經過浴室之前呢 那其實呢 這裏呢 就是有一個 化妝的 化妝間的地方 因為呢 它是搭配這裏呢 有一個 closet的 衣帽間的 那好啦 就進來這裏呢 就是洗手間了 那洗手間呢 就有這個 有一個 shower啦 也都有 浴缸啦 對了 那 一應的用品都齊備啦 好 那我們呢 就由這邊 走出去 就是 toilet toilet它是可以 跟這個浴室分離的 那就是剛才 這裏出去 就是我們 進來的那個大門口 是不是 好似 樓盤廣告呢 好似的 這裡也有一個毛邊就是泳池 雖然不是很大 盛載也很少 但也是很遠的 你可以看一看 外面也可以看到 和你的房間的景色是一樣的 最後介紹酒店的早餐 最主要是以西式和泰式為主 最特別的地方 會提供一系列自家製 叫做BioTech的飲品 這些飲品主打是無添加和天然製造 另外即叫即做的早餐也非常出色 無論西式和泰式都非常好吃 還有更多泰國美食會在下一條片出現 記得留意 現在我們要煮食 因為吃完夜市有少少肚子 所以我親手煮大蝦炒麵 但是你太容易煮擠了 然後這樣子就抓了 所以我會煮大蝦炒麵 雖然不是太好嗎 中間 不知道 什麼 還是 炒麵 什麼 如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